明尼亚波利斯连续第五日示威 警方被批评不够强硬应付示威者之后 向人群连射多枚吹雷弹 原本向警署推进的示威者未有散去 警员再向人群堆中射吹雷弹 有人不舒服 一批示威者想上桥游行去邻近的圣保罗市 也都被警员放吹雷弹阻止被迫接返 当地通宵封锁公路禁止入城 当局说在星期六晚宵禁令生效之后 已经成功制止多处的示威 4000国民警卫军目前已经投入到明尼亚波利斯支援 之后可能会增加到11000人 全国蔓延至超过40个城市都有示威 费城有3000人在市中心示威演变成冲突 最少4架警车和市内多处被中火 十几个警员受伤 部分人无理会消禁令 继续上街抢掠店铺 同企图破坏前市长的雕像 市长谴责暴令行为 宣布星期日晚继续消禁 西雅图和斯加哥都有人集警 有警察被拖行 多处都有电视台和记者被针对或者袭击 肯塔基州有警员向直播记者举枪 相信是回挑球弹 警方事后道歉 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有货车撞向示威人群 民众四山走避 司机后来被带走 苏联升级 又在美国的华人说是近年最严重 有二十几个城市在星期六晚宵禁 多个州和首都华盛顿都动员 或者请求国民警卫君支援 有线电视机就是一力配三个刀